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下个月起 每个月涨两百块 一个季度一交 您这 您不能这样 收好了连租两年 一月一交的 租金不能变哪 随口一说 又没签证是合同 这么做人就不地道了 知道吧 当初讲好了是两年之后才涨 大致 现在的行情您也不是不知道 这物价涨得这么厉害 我这租金再不涨 我吃什么呀 我喝西北风去啊 大伙都能活 你怎么就不能活 有我在 你这个价涨不起来 就是 这涨了没你这个涨法 一下涨两百 抢钱呢你 其实你这可过分了啊 我们挣的本来就是小钱 你这么涨 你还让不让我们活 你们 你们合伙起来欺负我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不想干什么 我倒想看看 你想干什么 看你会不会趁我打劫 我可以 大致 大致是姓 江老板 找租金的事 听你的 但是咱们俩回头签个协议 你看行吗 卫火 你这是同意了是吧 同意了 只要你愿意租我这摊 行 没问题 就按你说的吧 你们几个 托管闲事 大姐 大姐 江大姐 四娘炮 什么东西 这谁摊啊 就谁 来 来 来 去吧 快忙你们的去吧 好 好 去吧 卫火 我这是在帮你啊 你 你怎么这 行了 大致 以后我的事 你还是少管吧 我自己能解决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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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老板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欧大致你行啊 上次是英雄救美 这次是打抱不平啊 你怎么不直接拿把刀逼着那人 把贪位送给卫红得了 那多霸气 我只是看不惯别人趁我打劫 我看你是被那个卫红给迷住了吧 关你什么事 您好 您吃韭菜盒子吗 听说你这儿的韭菜盒子不错 过来尝一尝 那您要几个 两个韭菜盒子 一碗小米粥 好 尝 您坐那儿先等会儿 马上给您拿啊 好 您尝尝 怎么样 是这味道也差不多嘛 和别人家也没什么区别呀 有时候吃饭也要开心情的 你这卫生合格吗 营业执照什么的都有吗 有有有 您看 正都挂在那儿呢 卫生您就放心吧 我们长期在这儿摆摊的 卫生没问题 您慢用啊 你干什么呀 怎么回事啊 真是的 怎么回事啊 把我衣服都弄脏了 我给您拿点水 你洗洗啊 真是的 把我衣服都弄脏了 烦死了 我给您拿点纸 来 给您擦擦 这什么破地方啊 真是的 再也不想来了 真够倒霉的 我做下机 好了 我今天太大了 在洗手 你需要乱掉 你 chicos 再来 我快来 我来 大姐 你看到我的钻戒了吗 那是我老公给我买的 是这个吗 是是是 太好了 我还担心你不回来了呢 大姐 你看到我的钻戒了吗 你人质疼的 真好 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了 千万别 我不能要你的钱 真的 我做这个我不是为了这个 这是点心意 不不不 我真的不能要 你拿着就好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孩子在家等着我呢 大姐 我能跟你拍张照片吗 行 我走了啊 哥 哥 今天经济又拿一个新铅笔盒 在班上吹牛了 哎呀 那你就让他吹呗 他有个新铅笔盒 他能怎么样 他能比你学习好啊 可他说那是爸爸买给他的呀 哎呀 那你就别理他 就把他当空气好了 哎哎哎 老大 哎呀 来了来了 哎 哎 大智叔 你怎么在这儿啊 嗯 能不能帮叔叔一个忙啊 哦 什么忙 嗯 这个钱呢 帮叔叔交给你妈妈好不好 不是大智叔 你给我妈钱干嘛 那你交给他他知道 那大智叔算了吧 还是你自己给他吧 你帮我给更好 算了算了大智叔不用了 啊 浩华 你爸爸你妈所有的钱啊 都骗走了 你妈现在有困难 那这些钱呢 多少 对你们会有点帮助啊 哎呀 要不然 嗯 你帮叔把这个钱交给你妈 好吧 嗯 不行你不能要这个钱文娟 为什么不能要 咱们不是正好缺钱吗 不是 老师没交过你妈 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 哎 浩华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你妈现在连摊费都交不出来了 马上没钱买摊 你怎么一点都不心疼你妈妈 嗯 这个文娟浩华 你听宽容给你讲一道理啊 妈妈为什么最近不高兴啊 吃不好睡不好的 不就是因为没钱吗 她现在有了钱了 哎 妈妈不就高兴了吗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哥 要不咱们就先拿着 等有了钱再还给他们不就得了 那谢谢你了大智叔 好 交给你妈啊 谢谢叔叔 好 欧大 你给的钱是不是有点多呀 又不是给你的 回来了 怎么了 怎么了你们俩 嘀嘀咕的有事啊 妈 浩华有事跟你说 我 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什么呀 这么多钱 哪儿来的 一个叔叔让我给你的 一个叔叔给的 谁啊 就是夜市那个 欧大智叔叔 他为什么跟你钱啊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是不是问人要来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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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不要问别人要钱 不要问别人要钱 你要钱要上瘾了是不是 你上次问何娜娜要钱 你这次又问人家欧大智要钱 我说你这耳朵 你长哪儿吃了你 不是 他硬塞给我的 不是我要的 塞给你 你就要啊 我这 浩华你要气死万年 别人有钱那是别人的钱 咱们家再穷再困难 靠咱们自己的双手 会有好的那一天 妈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怎么就不按耳朵里听呢 妈我错了 温卷 还有你 都给我听好了 以后不许再问任何人要钱 听见没有 回屋吧 来 这淘气毛还没看完哪 小花猫第七集 来 给我换一百块钱零钱呗 你自个儿拿 好嘞 干 干 干嘛 这是你给浩华的五万块钱 一分不少都在这儿 我知道你同信我们 但是以后啊 请别再给孩子钱了 我们家的事啊 你也少管 我 这红蟹吃消药了 葫芦 你怎么不吃啊 吃饭啊 整天就吃这个 我吃不下 孟娟 现在家里困难 你就别挑屎了 凑合吃吧 孟娟 都吃点啊 我不要以后 我和我妈现在就需要补偿 我妈给你那二十万 那都是她自己辛辛苦苦挣的 好话 听爸说 我现在真的没办法 我正在努力地挣钱 将来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好吗 宝贝 今天在学校开心吗 还行 今天李文娟没惹我 静静 听爸的话 在学校里头呢 要学着跟同学相处 别老跟人打架 懂吗 这话我就不乐意听了 我们静静这么乖 什么叫别老跟人家打架呀 你发什么怀 我 我说错了吗 你就是说错了 她一共就跟一个人打过架 那个人就是李文娟 是那个孩子没教养 她就不应该跟我女儿在一个学校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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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面前别说这些 妈 我去做功课了 不吃了 那去吧 我 多乖呀 是啊 咱们家清晶啊 又活泼又可爱 随我呀 那当然随你了 清晶身上有很多小孩子 没有的优点 都是遗传到你的优良基因 其实我觉得吧 眼睛大着一点 像他吧 你的眼睛也挺大的 所以呀 绝大多数的功劳 都是你的 你的 吃下来 多吃点 吃不下了 你饭都没怎么动 怎么就吃不下了 老公 不吃了 这几天我可难受了 难受 哪儿不舒服呀 老公 不是不舒服 是那些债主啊 钱都已经还他们了 又跟我要利息 我说还几天他们也不肯 更要他们命似的 你拿了别人这么多钱 可不是要了别人的命吗 真是 对 我是要人家命 现在他们也要我命了 老婆 老婆 我跟你商量商量 你给我六碗 我把债都还了 他们就不会要我命了 好吗 我就说你怎么说 这么多好话呀 李清祥 你在这儿等着我呢你 我说的是真的吗 我把债还了 然后踏踏实实地找份工作 省得你说我有手好闲的 你现在谈话挺有技巧的 什么呀 你告诉我 这钱真的是拿来还债的是吗 当然还债 要不然我干吗 你儿子前两天刚来我们家要过钱 我能不防着点吗 不是 你以为 你 我以为 我以为你拿着这个钱 是去给魏红的 我以为 这怎么可能呢 你想太多了 我跟魏红早就没有联系了 他不是天天找你吗 他不找你要那二十万吗 他找我也没有用 我买哪只股票 哪只股票就跌得厉害 我真的是倒霉得很 那我问你 你欠那些债主的钱 利息多少 一共呢 就五万多 你总不能让我再跟魏红去拿钱吧 就算我去 你也不肯答应吧 得意的你 我答应你啊 你问他拿钱 我怎么不答应啊 你去啊 你去个问他拿 你去嘛 我怎么可能去跟他拿的 他没那么傻 好了 好了 老婆 你愿意看到你老公 每天在街上 被人家追着打吗 你忍心吗你 魏红是不傻 我傻 跟着你 每天操这个心 我不忍心行了吧 我不忍心 我就不忍心 你答应了 就五万 零钱你自己出 只是为了让你出门 我老婆真是好 真是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啊 这儿 这儿 这儿吗 杨 谢谢啊 谢谢 喂 文娟你过来帮下忙 你帮我把这擦一下 文娟 过来吃饭 知道了 这边是吧 马上啊 好 卫红 卫红 卫红啊 王嫂 怎么了 着火了 着火了 哪儿着火了 你们家着火了 快跑去看看吧 文娟 还在里边呢 快 快回去吧 帮我看一下 让这儿了 快点 文娟 兄弟 没事 没事 他们两个还在里面呢 我得进去 放开 放开 文娟 文娟 后华 快打水来 快打水 快点 快点救火呀 快点 快点 这 非红 非红 红姐 非红快点 大家快点 下药药酒没有啊 已经打了 快打了 红姐在里面救孩子呢 快点 非红在里面 干什么 你别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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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开了 不行 不行 你别让开 小心哪 最大的 不行 最大的 不行 快跑 快跑 你 别急啊 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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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们快去 快快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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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水了呀 快点啊 快打开 快呀 快打开 快 救火 快点 快啊 快 快 救火喝完了 水呀 水呀 快点 快出来了 快快 快 快 快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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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小心点 来 你坐着啊 小心点 轻点 轻点 轻点啊 轻点 再往上点 好 再往上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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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 站着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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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轻点 轻点 再 快 快快 快 轮软软啊 快 大家马上都能拉出来 都让一软啊 软软啊 小心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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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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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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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轻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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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大夫 你刚才晕倒了 我孩子呢 我 我孩子呢 你别动 别动 那两个孩子 我们刚才检查过了 没什么大碍 在那躺着呢 好好的 你这么说 我孩子呢 老大 放心吧 就是敲了几口烟 应该没什么事 不是 红姐这什么命啊 老公跑了 房子烧了 怎么倒没事 全让他们家给碰上了呀 不是 是不是今天犯小人呢 回头买三双红袜子 咱仨都穿上啊 天天才小人 大夫 大夫 他怎么样 没事吧 他就是被烟呛了 再加上着急 情绪激动 没事 好好休息一下就好 好好好 那 那就好 那就好 你是病人的家属吗 我 我是 我是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 那你跟这儿好好陪陪他吧 好嘞 好嘞 谢谢 麻烦让一下 谢谢啊 早喝点啊 好嘞 这卫红真是苦命人啊 你说这倒霉事 一件接一件的 就没让卫红省心的 现在房子烧没了 你说这以后可怎么办呢 这老天爷啊就是不公平 不去惩罚那李清祥 偏没让红姐遭罪 你们就别挨了 没准那混蛋呢 现在跟那个叫什么 何娜娜的 甜蜜着呢 那混蛋玩意儿 真是瞎了卫红的这份心啊 一说起这事儿 我一肚子气 要我说呀 他要有大志哥 对红姐一半好 不用一半 十分之一就行 那红姐也不坠走 到今天这地步 大志哥对红姐他们家仨 那是动真格了 自己的命都不顾 去救他们 真是爷们 这回呀 大志哥是真心喜欢红姐 那是 方老板好 方老板 方老板好 你们知不知道 这方忠灵啊 之前差点嫁给大志哥 这谁不知道啊 这说起来呀 还是方忠灵命好 最后嫁给了金光玉 这个大老板 把整个夜市的地皮 都包下来了 这大志人虽好 可没多少钱呢 大老板好是好 可是我不要嫁大老板 我以后啊 要自己挣钱当大老板 当大老板和挣大钱哪 我是不想了 我呢 好好地卖我的卢主 莉莉 你现在也该谈恋爱了 赶紧找个男朋友吧 我知道 那也不能随便大街上 拉一个呀 莉莉的要求多高啊 得要长得帅 还得要有文凭 是不是啊 那是 醒了 真是后怕呀 想起来 浩华这个性真随你呀 胆真大 当时火那么大 他把文娟给背出来 还有你 叫你不要进去 叫你不要进去 愣冲进去 拽都拽不住 那是你把我送到医院来的 谢谢你啊 谢什么谢 你没事就好 我们家 我们家的房子怎么样了 消防队去了 八皇给灭了 应该没事了 那么大的祸 怎么可能没事 你知不知道 前两天大智哥 要给洪姐五万块钱呢 那 五万 那可不是小数啊 那后来呢 后来 洪姐给退回去了呗 还气气呼呼的 跟他仇人似的 你说这李庆祥啊 管洪姐要钱 大智哥给洪姐钱 这做人怎么就差这么多呀 我觉得吧 洪姐这事处得不地道 干吗呀你 洪姐谁见病啊你 跟鬼似的吓死我了 坐哪儿也不吱一声 不 你你你这个人 你你你你 什么你啊 骂的就是你 真是的 成天就知道鬼混 洪姐出事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啊 他哪知道啊 活儿早被那女的勾走了 哥们 记点得吧 坏事做多了 小心造报呀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 赶紧去看看洪姐 我我 卫红到底 出什么事了 你还好意思问呢 着火了 整个家都烧没了 赶紧看看去吧 快去吧 这人真是的 来 退冰科 来吧 你 你 你说这李清祥啊 管洪姐要钱 大师哥给洪姐钱 这做人怎么就差这么多呀 我觉得吧 洪姐这事处得不地道 干什么 干什么 还嫌不够吵啊 洪大 来人了 我来看卫红的 不需要你啊 你凭什么不让我看卫红 你不配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人 虽然我跟卫红是离了婚了 可那两个孩子是我的 你凭什么不让我看卫红 为什么 你以为我尽到做父亲的义务吗 洪大师 再怎么样 两个孩子是我李清祥的 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 谁规定离了婚就不能看孩子 谁规定呢 洪大 我觉得这话他说得有道理 洪大 要不让他看看吧 好 怎么回事 怎么弄成这样啊 孩子没事吧 没事 你还知道来啊 这不需要你 我拿二十万你赶紧还给我吧 钱 钱 钱 这个时候你还讲之前 你有没有人性 两个孩子差点害死 还有啊 孩子的命重要 还是野男人重要 一天到晚 没黑没夜地跑夜市 光想着跟野男人约会 谁是野男人 我 我 我 卧大 孩子都睡着呢 要不等他出来 咱哥们儿再收拾他 对 出来就收拾 你 孩子弄成这样啊 都是你孩子 行了 李静香 我今天不想跟你吵 你赶紧走吧 把二十万还给我 孩子住院要钱 出院以后 我们也还得生活 这五万你先拿去吧 还差十五万 我一共就这么多钱 我全给你了 以后咱俩两情了 我说李静香 你真够无赖的你 你这五万块钱 够干吗的呀 你欠人家的可是二十万 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 找澳大志 让他帮你吧 他挺有本事的 一出手就是五万 你不找他找谁 就找他吧 李静香 来来来 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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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 别跟一个女人在那儿扯淡 过来过来过来 你过来 别走你 你游去呀孙子 不行 我得帮过红姐 夜市的兄弟姐妹们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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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刘莉莉 有话要对大家说 走走走走 过来看看 过来看看走走走走走 大家都听说了 卫红姐家里着火了 房子被烧了 房子被烧了 她现在跟两个孩子 在医院里面 急需大家的帮助 你们也都知道 卫红姐不容易 她的所有积蓄 都被那个叫李庆祥的复兴汉 给卷走了 所以她现在 急需要大家的帮助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我留莉莉倡导大家 伸出援手 为卫红姐献出一份爱心 好 我捐 我也捐 好了 来 给 谢谢 谢谢 我的 我的 谢谢了 谢谢啊 这是我的 谢谢 谢谢大家 这是给你 谢谢 老公回来了 老婆 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睡啊 你也知道这么晚了 那这么晚了老公 你去哪儿了呢 我能去哪儿 我就去还债 还了这么久啊 就 我看 还了债时间还早 我就见了个客户 什么客户呀 叫什么名字 在哪儿见的谈了什么 来 说来听听 就之前那个 你不认识的 你不认识 老公我看着 长得像傻子吗 你觉得我这么好辨识吧 老婆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不相信我啊 你说对了 我不相信你 来说吧 是不是去找卫红了 没有啊 我 我没去找她 我 我都跟她离婚了 我找她干什么呀 真的吗 真的 当然真的 要是你不相信的话 我 我可以这天发誓 我如果找了卫红 我不得好死 嗯 我现在一心一意呢 就想做笔大生意 把之前亏的钱呢 统统赚回来 你得理解我的苦心哪 我理解 其实我理解 喂 老张啊 我问你啊 李清祥今天把利息 还给你了吗 没怀呀 好 谢谢 编 接着编 老婆你听我说吗 我什么都不想听了 来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老公 你是不是去见卫红了 是不是 是是是 我 我确实见了她 这有原因呢 因为 卫红家里着火了 她把房子都烧了 三个人现在躺在病床上呢 真的呀 嗯 大家着火了 烧得严重吗 人有事吗 在病床上 有烧死人吗 没有 没烧死 人伤得不严重 可是 屋里的东西都烧了 老婆你听我 闭嘴吧你 来 什么都别说了 收拾东西给我滚大 滚 你 你说什么 聋了是吧 滚 老婆 你干什么呀 李清祥 你气概软啊 你跪什么跪啊 不 拜托 你可不能赶我走 你不能赶我走 我不是要赶你走 你放不下那一家子 我心疼你 我送你去见他们 你去吗 你去吗 不不不 我答应你 从今往后再也不见他们 我发誓 要是我再见他们的话 我 不得好死 是不是 你不得好死 李清祥 你发誓用点心形吗 你这个事用了很久 你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你觉得我能相信你吗 老婆 你不能这么绝情 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你不能这么绝情啊 别跟我走 你看你那个样子 我最见不了男人唯唯诺诺的 我一眼都不想见到你 立马滚滚滚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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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这个样子 老婆 你还记得吗 之前你不想活的时候 是我让你又想活了 你记得吗 你别一点旧情都不念哪 好不好 老婆 别让我走 我求求你 不是我不念旧情 老公 我真的不敢再相信你了 你真的能放下那一家子吗 你能吗 能 我一定能 我能 好 真的是最后一次 我原谅你最后一次 如果你跟他们再有瓜葛 我帮你收拾东西 直接给你扔出去 你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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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什么样子 老婆 老婆 大人有大量吗 谢谢你啊 你是我最慈祥的女王 谢谢谢谢 原谅我 谢谢谢谢 谢谢啊 就知道贫罪 你们家女儿还在屋里等着你呢 没回来都未睡 哄她睡觉去 去去去去去 我出去一下啊 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啊 我去哪儿 你管得着吗 您好啊 请问这是卫红房东的家吗 谁呀 我是卫红的朋友 有急事找您 能开一下门吗 谁呀你说这 大半夜的 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出大事出大事了 卫红家里着火了你知道吗 啊 着火了 我的妈呀 人没事吧 人倒是没事 可您那房子啊 烧得不轻啊 那破房子烧了就烧了吧 人没事就好了 姐 我觉得这话吧 可不能这么说 你想 那房子再破 那也是房子 是您的财产 卫红随随便便 就这么烧了 到现在也没通知您一声啊 这未免有点 太不珍惜你的房子 也不尊重您了吧 就是 我这个人吧 帮礼不帮亲的 直肠子 我觉得虽然我是她朋友 但是烧了房子 她还是得负责 对 我明儿个就把她赶走 气死我了 请问 这一共多少钱啊 就是上次的 您好 结一下那个住院费和治疗费 您的治疗费和住院费 已经结完了 请问一下是谁结的 今天早上结的 不是我当班 我也不清楚 谢谢啊 不客气 好 文娟 你们回来了 红姐 红姐 我还想着去医院找你们呢 护士说你们都出院了 动作够快的 行 没事就好啊 你看这房子烧的 是啊 是得好好收拾一下 对了 红姐 那个 这是大伙凑的两千多块钱 你先运个急啊 不不不不 这些钱我不能要 收拾 大伙心意我心领了 我哪能再要大伙的钱呢 我那摊位的租金你给我 我还没还给你呢 红姐 你听我说啊 你现在又要修房子 又要生活的 谁没个急事是不是 这两千多块钱呢 虽然不算多 但是大伙的一片心意 你就收着 听我话拿上 你们这次去医院 没手花钱吧 是不是 对了 我们住院的费用 是不是你们交的呀 没有 没交啊 那谁交的呀 肯定不是李庆祥啊 他没那么好心 肯定大志哥了呗 没错 肯定是大志哥 你们回来了 孙姐啊 你刚回来 你们要是回不来呀 我还怕我有杀人的嫌疑呢 孙姐 谁啊 房东 对不起啊 我 我们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就 你不知道 租给你的房子 你都不知道 还要我给你配俩保镖不成啊 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啊 孙姐 对不起啊 不过您放心 这房子我一定给他修好 别 这房子我不会再租给你了 你们还是找别的地儿住吧 孙姐 您别生气啊 您再通融通融行吗 啥都不说了 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这烧坏的房子和东西 我也不让你赔了 不过 你交那两月的房钱 你也甭想拿走 得行 真是 就你那破房子吗 还不行呀呢 肥婆 这什么玩意啊 行了 不让咱陪已经可以了 妈 那房东也不让咱住了 咱住哪儿啊 卫红 叶老师 他们两个孩子没上学 我才知道你们家里出事了 这什么呀 人没事就好 刚才我看见房东了 那怒气冲冲的样子 他是不是要找你陪呀